國民黨的總統提名作業 基本上我們可以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黨內的整合 第二個階段就是藍營 整個泛藍陣營的整合 第三個階段才是到包括民眾黨等等 非綠陣營的整合 所以可以分成這三個階段 那我今天早上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基本上已經完成了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在黨裡面 可能的人選裡面 大家現在有共識 應該就是侯友宜市長 是最能代表國民黨黨內 好 那我們進入到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整個泛藍陣營 包括今天中午 我剛剛去看了王建軒 我們院長 這個洪孟海 我們溫川會主委陪著我去 那除了這個王院長 郭台銘董事長 當然是 這個我們藍營裡面 非常重要 非常有實力 有很多支持者 有很多支持者 這個可能的人選 我們當然也會 他也當然是我們考量的人選之一 那第三個階段 我們必須要去整合所有的 非綠陣營的朋友 這也是我們後續 還要很努力來做的事情 所以最重要的 我早上也在呼籲所有我們的支持者 在這個階段 絕對不要非誰不投 非誰不投 不管國民黨最後提名的是侯市長 或者是郭董市長 我們都要能夠團結一致 才有可能勝選 來實踐政黨輪替這樣的理念 謝謝 那會最主要是 希望陳青是因為郭董那邊 有給出一些反應的嗎 不是 都是你們的反應 哈哈 才覺得需要陳青 那主席他現在已經說 已經準備好了 他是準備好提名誰了嗎 他是準備好什麼 就是照著這個程序 你看我們一直照著這個步驟在走 黨內已經清楚了 也不用考慮朱立倫 老早就這樣講 那現在大家就是共識 黨內的部分就是侯友宜 好進入到第二個階段 還有郭台銘董事長 這當然是我們要考量的人選 那最後呢還要能夠來整合 這個菲律的陣營 主席的意思就是 我們照著這樣的節奏 事實上只要我們把 剛剛講的這些都整合好 那時機成熟 就是我們做出最後宣布的時候 那秘書長請教一下 你剛剛提到說 侯友宜市長是黨內對不對 那郭台銘董事長 他是屬於泛藍陣營的 是藍營的 那這個郭董事長 他的一個支持的氛圍 是不是有在慢慢的往上提升 你的感覺 這個也是我們要 這個也是我們要觀察的 我想他這個時間正在日本 他也在努力嘛 那國民黨一定是要提最後最能勝選 這樣的人選 這個是我們黨的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提名一位是最能夠勝選 那至於最後怎麼樣 我們看這段時間 整個社會的氛圍 整個這個呈現出來的 這個大家看看最期待的是誰 最有勝選的是誰 那就是我們要提名的人 基層挺郭的狀態是有增加的嗎 其實這個是我要問你的題 怎麼你來問我 基層沒有跟你反應這個問題 基層都有反應都有 對當然我必須講 支持郭台銘的聲音也很多 那但是侯市長有 這個基本的這個實力都在 所以我們很樂見 這兩位主要候選人 他們都越來越往上提升 那如果最後兩位不管是誰 也都能互相支持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國民黨要慎選 這個就是我們一直現在在努力的 所以要到第三階段才要 確定政召人選嗎 就是整個到第三階段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每一個階段都不會是 清清楚楚走完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我們再來走第二個階段 不是這樣 我們同時都會有一些 一些該努力的我們都要去進行 但是可以分成這個階段 但是他的時程是可以 可以有一些 overlap 會到會要怎麼整個 柯文哲之後才去 會到那個階段嗎 我覺得 時間點對 該去努力 該去進行的事情 其實都可以去做 但現在等第二第三階段的時候 這個最有名義基礎的侯友 他的民調已經在往下掉 所以也被外界解除 是不是在卡侯友 還在講這個 我要講多少次 我們現在就是呼籲 絕對沒有什麼非誰不投 或者誰要卡誰的問題 你就剩下這兩個主要人選要選 你還在卡什麼 沒有沒有在卡 這兩個我們選 最後看看哪一個最強 然後他們兩個都能夠互相支持 這樣就好啦 好 密斯東想問一下 因為你剛才有提議見的這個王劍軒 對不對 對對對 那他有跟你講到什麼 其實我跟王院長最主要就是 去拜訪他 然後去跟他說明我們的提名作業 就像有點像我現在跟各位講的一樣 讓他知道我們的提名作業 然後也跟他提到這個 現在看起來 第一階段是黨內的 是侯友宜最有共識 第二階段郭台銘董事長 對 具有一定的實力 所以那他也同意說 其實這兩位都是很好的人選 那他也認為這兩位最後 如果黨中央能夠很公正 然後無私的選出一位來團結 他覺得是有機會的 那我也謝謝他 我也表達我們期待 最後不管國民黨提名是哪一位 他也能夠都來支持 那他可以接受整合嗎 就是說可以接受朋友 他 有 他參選的這個動機 本來就是在表達他的理念 那他 他告訴我是他會 繼續走他要走的路 繼續有機會表達他的 表達他的理念 那這個我們都尊重 也祝福他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民主長 謝謝 謝謝 這個主席昨天說 會在適當的時機 徵召總統參選 還說就他的了解 已經準備好了 那你怎麼準備 主席 在這整個過程中 讓我們整個團隊民族一樣 被更新 最重要的 黨有他的規劃和傑作 我們一切 為國為民 為中華民國 同心其力的 和民力 現在最重要的 新北市還有很多的工作 在進行當中 像今天 以及未來 還有很多的軌道建設 都會把事情做好 當然 我自己本身 平常 就會不斷地去做好 我們隨時 讓自己的準備 所以我們能夠隨時 面對所有的挑戰 都能夠克服 以及隨時也可以上場 想問一下 下午會參加中場會 他是不是為了參選2024總共 希望他成長的 因為下午 中場會 邀了體力委會參與 立委的提名 所以我身為體力委會的議員 我會到場 全力 來跟我們 所有的 立委們 一起 共同 面對未來 希望我們 國家 跟人民 以我們團結 能夠 做出亮眼的成績 讓我們國家更進步 所以今天的提名立委 會出門 而且為團結 大家 對中華民國而努力 市長剛才說 隨時可以上場 值得是願意接受 總華政召嗎 其實 我歷經15個職位 每一個職位 在這個過程當中 都隨時會做好自己的準備 在每一個職位的過程當中 唯有不斷的接受挑戰 面對所有的困難 我們都要為國家 為人民 奉獻最大的心意 對方的政策 是否有上市場 我們有一個職位 但是我們要來